像这个偷窃神像啊 还要先拔杯这种事情 拔杯有用吗 台中的雾峰区有一间南天宫 才花了三千万元扩整整修 神像却是接二连三的被偷 警方掉了监视器就发现说有一个男的 把神像呢塞进外套里面就偷走 下手之前呢还先拔杯哦 拔杯三次请示神明 好啦就算你拔出了醒杯 还是一样是偷窃 男子走进寺庙 在祝生娘娘的神殿里准备要来拔杯 前程宝杯男子跪在地上 一拔就拔了三次 但他可不是要来筹签 而是要来偷省项 男子连续拔完三次杯 四处走动查看 似乎在观察有没有人 接着走到神桌前 将祝生娘娘旁的太阳星君 塞进外套里 躲到一旁监视器拍不到的楼梯间 但走出来时外套已经固了一包 厅房人员研判 男子应该是想把神明请回家 所以偷窃前还虔诚地拔杯三次 但他偷的两座神像历史都相当悠久 厅房人员喊话 希望男子赶快把神像归还 有150多年历史的南天公 上个月才花三千多万整修扩建 神像却连续被偷 警方针对监视器画面 锁定特定对象追查 男子拔杯请示神明 就算神明给的是醒杯 还是偷窃行为 中文字幕 王一超